部落冲突最离谱的搭配方式 地震弹跳猪 为了满足粉丝的要求 一直让我玩弹跳野猪 地震野猪 那今天就一起带了吧 OK 64头猪 3个弹跳 4个地震 只是那已经是凌晨4点多 首领那猪头肯定是睡着了 OK我们来看一下部落站 哎呀 一要黑山了 那我们就不要打了 因为等一下我们失误 把他失败的战绩给掩盖了 那首领的气都洒到我身上了 是吧 打之前呢 我们先把弹跳水铺成一条路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用滚木战车 物理大家呢 应该也学过 一个东西向前抛的时候呢 它会受到地面的重力 还有前半的空气阻力 有了弹跳的加成 我们野猪可以跳得更高 跳得更远 滚木呢 它不受地面的重力 它反而有一个弹跳水 让它浮上来 那么这个滚木呢 就可以梗得过远 然后地震呢 把这边的城墙给震开 我们的野猪就不用跳得那么辛苦了 然后后面再续散一波 猪猪 不过你们感觉有没有 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我的猪有点脆啊 不管了 直接这边直接开个精神 兄弟们 我好像闻到了一股烤猪的味道 这完了 这边雪怪能不能往前走啊 这边还有一个 狂暴一个冰冻 然后后面这边 二十多头猪全部放这里了 我对面送一下美食 烤卤猪 还有猪脚饭啊 你看看对面这个多头 有多卖力啊 我怎么感觉好像 是不是得换个部落了 我感觉好像有点呆不下去了 感觉 不过好像八十多九十 应该是算两星高比了 在十五分两星高比 应该不会被踢啊 再加上又是凌晨四点 可以跟首领说一下 哎 这半夜起来太困了 好吧 眼睛都没睁开 就直接打部落仗 兵都造错了 应该是 这样说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如果被踢出部落的话 哇 你们那些让我打地震猪 还谈下猪 你们得不择啊 你们部落得收留我啊 OK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